你怎么那么弱,夏天都能感冒,若是在大热天得了感冒大多数朋友估计都被这样前期过。 对于感冒,很多人都用过一个祖传秘方,就是闷汗,很多人都认为感冒多喝热水盖后被子补一身汗,第二天就好了,但是夏天若是感冒可别盲目无汗啊,夏天感冒分是热丧拿天感冒分两种,一种是属湿感冒,另一种是属热感冒,属湿感冒就是咱小老百姓平时常说的热伤风,属湿感冒有个特点,发热重物寒心, 一般伴随鼻塞流鼻涕发生等症状,但病人没有寒冷的感觉,出汗多却不解热,属热感冒则是表现为发热,偶尔怕风心烦口干,属湿感冒激发汗移轻湿热属湿感冒是由湿血困于肌表和中胶脾胃所致,而形成湿血的主要原因,一,运动后一身汗随即进入空调房,食冷饮或充冷水澡,二,频繁穿缩于温热的室外和空调房之间, 三,晚上睡觉贪凉,这些都容易导致鼠湿感冒,根据鼠湿感冒的病因和症状特点,采取发汗的方法来治疗显然是不行的, 治疗的第一原则是消暑驱湿,当我们患上鼠湿感冒的时候,可以吃咽咪、冬瓜、红豆等驱湿、利尿的食物来调理,也可选择祸香正气丸、驱鼠丸、鼠茶等中成药来治疗 鼠热感冒以清热生巾为主,鼠热感冒是因为酷热鼠鞋侵袭人体,耗伤筋气,故而发病,治疗应以清鼠疫气,养瘾生巾为主,但平时很多人常用的清热感冒颗粒是不能在这时使用的, 治疗鼠热感冒推荐,多喝水来清鼠热,也可以多吃绿豆粥消暑,另外可以用鼠热感冒冲剂、清凉冲剂等药物来治疗,也可多使用番茄等生津的水果榨汁饮用,多喝水,以清鼠热,如何预防热感冒? 一注一劳一节和中医,认为熬夜易伤神和气,故下夜保证充足的睡眠很重要,如果长时间持续工作,过度疲劳等,都会造成人体的免疫功能减低,导致感冒的发生,二常活动促进血液循环血液,如果畅通,供给血液的养分和氧气充足,自然全身各器官就会健康,免疫能力就会增强而达到预防疾病的效果,三注一补充动物蛋白下剂饮食清淡, 人体容易缺乏蛋白质,以鱼,肉,蛋,奶和豆类食品为好,补充足够的营养,可以提高机体的抵抗力,还应多吃一些清热沥湿的食物,如苦瓜,乌梅,黄瓜,绿豆等,四处现轻微症状时,不要乱用药下剂热感冒吃素效胶囊,或者退收药就不太对症了,热感冒的发热和秋冬季感冒是有区别的,热感冒发热虫物寒清,一般病人没有寒冷的感觉, 只是发热,出汗多但是不解热,因此如果夏天的热感冒还像冬天感冒一样,吃会烧药效果就会不好,而且还有一定副作用,因此家里可以被一些清热的药物,比如货香正气,一般来说不伴随咽痛,咳嗽等症状,就可以不吃药,如果较严重,可以吃一些货香正气, 治疗夏季感冒的最正确做法,一定是要多休息,多喝水,饮食方面要以清淡的流食为主,这样做可以加强身体的抵抗地,也不会触碰到不同感冒的禁忌, 若是你已经感冒好几天,休息之后得不到明显的改善,那么一定要及时就医,以免耽误